一百五十一 香港商報 水喉將助查 個個都 2015年7月14日香港新聞 香港商報信 記者周偉立報導 W.啟程 H.食水含源超標追查根源 被指負責局 H.水管直播工程的水喉將林德森 昨日應要與水務處商討事件後 被問到政府責任時 他形容稱個個都 卸責 卸責 又認為承包整項工程的中國建築也有責任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認為 事件至今未能肯定問題來源 不排除與房處、水務處或水喉將有關 質疑驗收過程監督不力 指有關水管並非香港濟水喉將林德森作 五二因行動不便 由公有用輪椅推柴 前往灣仔稅務大樓的水務處總部開會 他在離開大樓時被傳媒包圍採訪 承認有份負責局 H.部分接播後管工程 但強調只負責香港區工程 香港區以外的事應由政府調查 政府沒有查清楚 是他們的問題 被問到責任時 他回應指 現時個個都 自博 有說中國建築城包整項工程 故此時常也有責任 又指有關水管並非香港製造 亦非他製造 至於是否內地製造件出現問題 他稱 我不理哪個問題 應有關方面 自己查 水務業界質疑驗收疏忽 水務業界多個團體液開會討論事件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主席鄭偉昌作表示 一般O.H.水喉工程 水喉用料都於房處招標時的天書中定名 包括用料牌子及型號等 水喉將必須跟從 水務處則負責檢驗食水品質 正常就是有個材料辦 用什麼料 做好一套 甚至銅管都有幾大尺寸 在洋辦房都要做好這件事 他又說 今次事件未能肯定問題來源 不排除與房處、水務處或水喉將有關 質疑驗收過程監督不力 李維奇 努力跟進事件 民建聯主席李維奇 昨日指出 以去信要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召開特別會議跟進 該黨正準備為超過五十個屋H.進行驗水 相信市民會看到他們的努力及對事件的關注 昨日有多個政黨分別到房屋處及政府 政府總部請願 其中工聯會要求房處更換受影響 屋H.居民的食水水喉 抽染全港屋H.食水及盡快找出含源食水源頭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 非常關注即將更換水龍頭的舊屋H. 要求政府盡快查明食水含源的原因 避免同類情況再更新水龍頭時出現 文協成員作伍亦到臉署舉報 要求臉署介入調查天發塑膠提供的水龍頭是否有偷工減料 科畢不對辦 水泉澳H.開始抽染水辦 另外就政府公布負責啟程H.水喉工程的水喉 將林德森令涉及其他工程 其中包括中文大學五兒孫書院的宿舍 五兒孫書院表示 本年3月進行的例行水質化驗 並無任何樣本出現含源量超標情況 書院向學生發出電郵稱 例行水質化驗是從淚水機抽查 已經促請大學康全事務處立即抽查至淚水化驗 並盡快公布結果 另一個由林德森負責水務工程的沙田水泉OH 昨日亦開始由政府人員上滿抽驗水辦 有居民稱搬入該H.快一個月 發現自淚水中會參集碎石等 目前唯有買淚水器處理 他希望當局採取相應的措施 例如更換水喉 每戶派淚水器等 以釋除居民的憂慮